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人在感情里出不出来的话 你这个智商就会很低下 所以过去人家说了 谈恋爱的人的智商是零啊 明白了吗 就是我们的附属 就是啊 甚至为附属 就是说零以下 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女的在银行里做那个男的跟他两个人同居 然后呢 就叫他去贪钱 叫他去骗钱 结果这个做假账 这个女的就为了他去做假账 最后坐牢 这也就是说情商高的人 他的智商明显下降 我们学佛人的话 学佛人的智商高了 所以情商呢 就是会低一点 第一点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情商 因为我们对人间的情看淡了 我们放下了 并不是代表我们没有感情 对不对啊 对 其实是 你说师父跟你们的感情深不深 深如海啊 对不对啊 对 师父 为了一些众生 师父可以甚至可以做出真的不要自己不要命的这么度人 但是你说师父没有情商吗 有啊 但是我不是这种余知的 我是用智商来克服自己的情商 明白了吗 嗯 正如您那种情是佛情啊 师父 所以你说观世音菩萨难道没有情商吗 他也有啊 他的这种感情的这种智商啊 他本身就超越了人道 明白了吗 超越了人道 师父开始过那个意思是说 不要轻易的去动感情 你把我把感情要可以对菩萨的感情 因为菩萨 这么意思我记得师父说的这句话 是啊 因为跟佛 佛是大爱 他是大成佛法 小爱的话你就会出事 你对某一个人特别爱你就会出事 明白了吗 嗯 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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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父 那我们在我们学伙人对这个情商上是保持公用 还是把这个情商放低一点呢 怎么去圆融的去处理情商呢 师父 很简单了 有感情在心里呀 不要在表面上呀 对不对呀 你爱人家爱在心里呀 但是不一定要说出来 不要不一定有行为 对不对呀 你的智商高 对对对 因为你懂得 我只有控制好自己的情感 我才能修心一事成佛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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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设 师父那 请问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关于那么尤灯结莲花吗 是不是一半莲花代表一尊菩萨来 如果尤灯结了两半或者是多半 是不是代表多尊菩萨来呢 师父这个有讲究吗 师父 这个没有太大的讲究 一般的莲花 这莲花都有护法神啊 菩萨都会来 嗯 明白明白 明白 好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设 师父 你如果说人家叫 动人因果 动人因果 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师父 有什么样的不好吗 如果动人因果了 动人因果 会 会成熟因果呀 举个简单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 老公跟老婆吵架 这个老婆呢 有一个女朋友 经常跟她讲 你这种老公啊 不要去理她 离婚吧 怎么怎么怎么 当哪一天两个人好了 她的老婆就告诉她呢 她一直跟我讲 叫我跟跟你离婚 她老公就跑过去找一批人去打她 把她眼睛都打下了 我说的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个果还小吗 你告诉我呀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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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动人因果吧 是是是 叫动人因果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明白 师父 刚才我不是讲的 这个感情的事 我找出那句话来了 师父您说的 师父是这样说 想保护自己 保护好自己 不要被伤害 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轻易动感情 从来把这个感情给菩萨之外 给佛之外 不要轻易在人间动感情 因为人间都是无成的 会伤到你 明白了吗 这是师父说的 嗯 对啊 对啊 你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你对观世音菩萨多爱一点吧 你跪在佛陀面前 你对佛多爱一点吧 对对 其实师父说我菩萨都是讲感情的 真的是 真的 你和哪个菩萨有缘 那个菩萨就是对你好啊 帮你啊 那当然了 你刚刚委托菩萨不是 帮你们打经电话 哈哈哈哈 是 是是是 我感恩委托菩萨 嗯 真的感恩委托菩萨 我感恩委托菩萨 会比较忙 接下来会比较忙 有的人学了你们也求委托菩萨 就麻烦了 嗯 嗯 他和观地菩萨一样 对啊 你看看他多威严呢 庄严 嗯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才是 师父 下一个问题 你看请问师父 家里房子太小 是不是也会影响主人的心情 会容易吵架呢 那当然 那当然了 那很简单的 空间呀 空间呀 空间 空间产生人的思维呀 你在小地方长大的 你就是小地方的小思维呀 你在海边长大的 你在山林当中长大的 他的思维就很大 所以现在太教 就拿一些山谷的空旷的回音啊 大海的声音啊 放在母体的这个肚子外面 让孩子听啊 孩子听了之后 出来之后孩子的气量就会很大呀 就是这种 房子太小的话 你空间小 你从物理学上来讲 对不对呀 你整个的自野就小了呀 自野小 你心情就小 你就想不开 你就会烦恼 你在旅游的时候 你看见这种高山明川大海的时候 你是不是和心情特别愉快啊 是的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就是这样啊 明白了吗 就是啊 人家说你在卖的时候去看看大海 就是跟我师父刚才讲的 对啊 那师父啊 你看夫妻两人有一个孩子 如果他这种 你说这种空间来说 这个购的房子 因为多少瓶为一呢 一般来说 一般的你只要住了 稍微舒服一点吧 你一个人至少 至少要五六个平方吧 最少吧 我想 空间呢 至少 至少五六个 三个人们 你说他再小再小 你一间房 十五个平方要吧 一个客厅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了谢谢师父 那师父 您看有同学 农村有比较大的房子 就过去在农村里住啊 但是 只要过年就回去一下 平时都在城里住 这样呢 会对他的运程有影响吗 从玄学角度来说 那这个房子他不住 他就没有 没有 没有自己的人 没有人际嘛 对不对啊 嗯 当然没什么影响 主要还是看他在城里的房子 嗯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呢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嗯 您说一下师父 他是这样说 师父开设过 顺境逆境 都是宵夜 请问师父 如何理解顺境 也可以宵夜呢 师父这个问题 顺境宵夜 我问你啊 你顺境做做功德 是不是顺境啊 哦 是的 你宵夜了 这还不知道 那你再叫叫逆境吧 师父 逆境 你诞生了逆境 是不是宵夜了 嗯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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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到是师父讲 是 听师父的 师父 下一个问题 有同学外 可以用敲图章的方法 代替写小房子的净证或落款吗 师父这个问题 可以的呀 你只要写的对就好了 名字写的对就可以了 落款 啊写的对 落款是不行的 落款 落款必须自己亲自签 是吧 除非不能写字的人 跟菩萨讲 嗯 一般的落款 就必须自己签字 嗯 就是这样啊 净证 比如张三的要定者 他刻上几个字 切上张三的要定者 刻上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 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师父 好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嗯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嗯 嗯 嗯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看师父抽血 可以帮我们化解一些雪光之灾 请问师父我们学佛人 师父不需要特定的去通过抽血 来化解雪光之灾 只要好好的学佛念 就用三大法宝就可以帮我们化解雪光之灾呢 师父 那不一定 最好 两者一起来是最好 嗯 哦 两者结合 嗯 好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啊 师父下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 有一个同修梦到 在教室里师父给大家上课 师父讲话很严厉 但有批评的语气 教室里有一部分佛友因此 起身 起身 离开教室不休了 师父 师父在台上默默的看着这一幕 非常难过 伤心的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望眼月穿的看见那些佛友走出来教室 师父心里面很希望那些佛友不要退转 从来没有见过师父这么难过 同修梦中看到师父的那样子很心疼师父 有一位佛友冲出教室对那些离开的佛友打喊 梦中喊的原话记不得了 大意是告诉那些离开的佛友 师父那样讲话的用意 那些离开的佛友没有理解师父的用心呀 师父 这个吗 嗯 是啊 现实当中也是的呀 离开师父的话 师父会很痛的呀 嗯 对 这些惠命没了呀 他自己去乱来了呀 怎么会不痛啊 离开我五六年六七年代我都会想起他们 我都会心里很痛啊 我前几天在讲一个弟子 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去劝他 他说不了的话你要告诉师父的吗 他没告诉 我讲起这个事情我还在痛呢 所以一个人的惠命最不能丢失啊 大家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明白 谢谢 谢谢师父的慈离开师 师父啊 那请问下一个问题 修行六度 也就是修行的六种方法 单为 不失 持戒 忍辱 经戒 禅定和剥落 这六度 师父是循序渐进的呢 比如走得了不失才去持戒 持戒了才会忍辱 忍辱了才会经戒 经戒了才会禅定 禅定了才会生剥落智慧呢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啊 这个我在白话佛法里面都讲过了呀 我再给 弟子开示 给图 这个 这个 法师开示的时候 我都讲了 都讲了 哦 那师父 那如何理解 供养再多 不如首戒呢 这个问题 这句话 供养再多 都坏 都坏掉了 里面的比方说鸡蛋汤嘛 你的鸡蛋都是臭的 那你时间长了 你这个鸡蛋汤不是也臭了吗 哦 你得了 你得了 谢谢师父的 无漏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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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昨天那个图腾 师父说他都被他的嘴巴做的功德都搅漏了 就是这样 哎 明白了 接近师父的 此理开示 师父啊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请问师父有些 就是都见到一些小孩子嘛 就是啊 他老是盯着你看 同学角度来说 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就有些小孩子老盯着你看 要看哪些小孩子的 就是那种很小的 一二岁的那种小孩子 嗯 要看的 如果越小的话盯着你看你头上有光 哦 我一二岁的孩子可能他前世跟你有缘 就是这么讲的 明白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哦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 此理开示 师父啊 那有人说是 师父解梦你就说梦到佛菩萨是好梦 有个师兄梦到说梦到阎王爷了 对他笑的说你人善良很好 他说这个梦到阎王爷对他说也是很好的吗 那当然了 阎王爷本身就管他的嘛 管他 嗯嗯嗯嗯 好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示 师父下一个问题 书 书柜背后是自己或隔壁人家的卫生间 这个书柜能放经书吗 不要对着他 红布包好应该没关系 啊 红布包好就没问题啊 嗯好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示 师父下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有的同心通过佛萨在梦境开始知晓自己的孩子是天上的瑞兽而来 比如 同心从哪方面开始着手教育 引导孩子 好好的完成学业 精进学佛呢 师父这个问题 你怎么给他念念心经 阿玛经常跟他讲讲 这个读书的重要性 学佛的重要性 嗯 他们教导他做人呀 人成继佛成呀 菩萨其实教你们很多东西你们大家都不记得 吃饭啊不要有声音 对不对啊 嗯 从路不能提提提提提的 这些都可以教导他们的呀 明白吗 对对对 明白明白明白 好谢谢师父的此理开示 那师父 嗯 只要我们还有喜怒哀乐 就 就没有开悟 这样理解对吗 这句话 那当然了 你今天还放不下呀 放不下你当然没开悟了 啊 明白明白 那师父 那师父人一辈子好坏快乐痛苦幸福 都取决于第八意识 我们学佛主要是改造第六意识 然后突破第七意识 最后进化第八意识 是这样吗 这样理解 我倒没看见过 没看见过这个日程 只是说你说影响到每个人的意识的话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每个意识都是循序渐进的呀 你没有第六意识的感觉 你怎么会进入第七意识的辨别式呢 对不对呀 摩纳式呢 对对对 你没有摩纳式的辨别意识 你怎么能够储存到你的阿赖意识呢 就是这样 嗯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那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示 师父下一个问题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是 师父在达阿佛法律第七色第三方面 开始要除气 邪迷心 狂妄心 不善心 嫉妒心 热毒心 如是等心 所有这一切 所有的一切这种心 只要你们 你们只要有这些心 你们就修复好佛 就成 就成为共生 请问师父 这个如是等心 是什么叫如是等心呢 师父这个问题 如是等心 就是平等心呀 平等心 哦 如是就是应该实事求是的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平等心 就像实事求是的 对不对呀 如是等心 哦明白了 明白了 那谢谢师父的此理开示 师父这个问题 他觉得我觉得 你看他是这样说 师父您在达瓦法师里说 你弘法修心越修越好 障碍会对你 障碍越会对你有兴趣 越来找你的麻烦 在前面的路上等着你 请问师父 弘法修心越修越好 夜照应该越来越轻啊 这里的障碍 是来自自己的业力外 业力以外的魔的阻碍吗 师父这个问题 是啊 实际上它是两重性发展的呀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你说修心之后 业障越来越少了 那么 知道 你现业不造 就业有效 是不是业障越来少了 但是你 但是你的境界往上跑了 那么 在天上有没有魔性啊 有啊 那它阻碍你前进啊 你从道理上来讲 一个劳动模范 对不对啊 你得的奖金高了 奖状多了 它整个车间里都见你的光了 但是你想想看 是不是被人家忌妒的人 越来越多了啦 哎呀 是是是是是 人就是这样 师父 你好了 是是是 两重性呀 师父好了嘛 人家也忌妒的呀 没办法的呀 哎呀是是是 真是这样 哎呀 弟子是体会到了 真的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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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样的 他是 因为他是根据你现身说法 比方说你现在 修到什么程度 菩萨和阎王可以考你的 嗯 哦 这是护法神考你 他其实考官不一样 就是看你修的境界不一样 哦 你这个人要脱离人道 就是脱离人道的话 脱离六道的话 那可能就是菩萨来考虑 如果你只是说 啊我这辈子不想做恶事 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 很多人说啦 我我从此以后不邪淫了 那么阎王老爷 就弄两个阴间的这种女魔鬼 到化成很漂亮的女人到你梦里来 看你犯不犯邪淫呀 对不对啊 哦 哦 明白明白 那那师傅你像这种嗯 梦考 你看有人说他说这样 我在问他那个梦定 就是他梦到 不是考吃素吗 师傅 他梦到吃 爱一面子 把那个东西 这些 就面对那些人 吃了那个欢 然后呢 又又从嘴里吐出来了 他这个 然后又偷的吐出来了 这是属于梦考 刚即可还是不过呢 这个问题 那很简单了 一致上没有考过 意志 意志 意志上没考过 因为他当然这么多人 你没有坚强的意志 你吃了 对不对啊 但是呢 那你的八十田中呢 有扇根还在 所以让你吐出来了 哦 那能得六十回是这样的 还是五十几万师傅 这个梦考的话 像这种基本上 所以考不过的 嗯 哦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的次回开始 那师傅 那师傅 你最后开始一下 他说是意志消夜的方法和原理吧 意志消夜 意志消夜 意志消夜很简单 我举例子 好吧 比方说 好的 比方说这件事情 啊 这件事情 你的啊 动了一个邪念了 一个营念了 啊 然后呢 你的意志当中 比方说 你现在看见一个女的很漂亮 你动了邪念了 哎呀 这个女的这我怎么样怎么样 啪 马上意志知道不对了 那么接下来的程序就叫意志消夜 意志消夜呢 好 你不尽管 哎呀 都是一样的很脏啊 不能这样的啊 我这个人是学佛的人 我怎么可以动邪念呢 这种营念多脏啊 我们学佛人我都懂啊 而且营念会使自己堕落啊 啊 那我以后坚决不看了 是不是你的意志在消掉你的业障了啦 啊 是的是的是的 那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是这样 哎 师父今天的问题就外来的 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感恩您 师父再见 啊 再见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这个自话自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嗯 嗯